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我们去年跟今年销售非常受到消费者的反应 它最重要的重点它就在于它有陶瓷跟红外线 这是也是独步全球的一个作法 那我们首先介绍一下什么叫做眼红外线 锅子里面它把它加上了陶瓷粉它有什么重点 第一个它能够达到不沾 那陶瓷粉里面又加了红外线 眼红外线 所以让食物还有产品做出来的东西更美味 然后又有那个保留烟味杀菌等等的功能 都是眼红外线的效果 来我们简单测试什么叫做眼红外线 各位像这样的冰块 你把冰块放到眼红外线上面 它会很快的迅速的溶解 它会很快的就会溶解 所以家里面如果说易到我火没有开 这个锅子是冰冷冷的 那这样直接放到上面去 它会用红外线的效果 它会很迅速的把这个冰块 在短短的一分钟两分钟以内 全部的会把这个冰块全部溶解掉 各位从画面上你也开始看 它已经开始非常迅速的 非常非常快速的冰块很快速的就开始溶解了 你看一下这冰块非常迅速的 它水已经流出来了 这冰块非常的硬 你看这冰块我们这样敲 这样敲 都敲不掉的 它放到上面冰块这么硬的情况下 我们放下去很快就会被这次锅子溶解 它的作用是什么作用 眼红外线 最重要的重点它是桃子 所以可以用铁茶 各位使用起来会觉得很便利 它可以冷锅冷油可以加任何东西 我们把这一块牛排放进来 牛排没有加任何的油 我们把一块牛排放下去 只要加上少许的盐巴 加上少许 这个就叫盐味牛排 我们这样放过来 牛排为什么眼红外线做牛排会特别好吃呢? 因为它可以把盐味保留 这样直接抹上盐巴 然后这个锅子我们就可以直接的做牛排 非常简单的牛排 很简单 来 这样牛排我们可以直接把它做出来 不加任何一滴油 可以做你的牛排 这个牛排它不会像一般的牛排 会整个跟你收起来捡起来 都不会 它可以这样盐味能够跟各位保留 另外它利用陶瓷跟红外线的盐理 能够让你的食物吃起来特别美味 因为它能够有杀劲的功能 还有它做出来牛排会不会很老 很好吃 所以这样你看做出牛排 羊排 猪排都可以来做 清洗上面 就算你家里面再脏 再油腻都没有关系 一样家里面只要你把水龙头打开来 充一下你会发现很容易就洗干净了 那家里面使用这支锅子 一样我们建议最好用棕刷 因为这个有凹槽的地方是让你节省更多的油 所以使用这个里面你不需要吃太多的油 这里面我们里面有专利的有这个纹路在里面 所以让你的清洗更容易 所以最好是用棕刷来做清洗 150度到170度是我们烹饺食物最佳的这个温度 所以这里有一个感温的眼睛 感温的眼睛 刚刚颜色变红的时候就是我们要把这个放下去的时候 这个锅子还是具备的 传的很快 然后油烟很少的功能 另外它的特点就是它可以用铁铲 所以使用起来慢慢没有什么进进 一样很少油烟 然后我们可以家里面要煎鱼煎蛋很方便 这样直接把它做出来 那我们煎鱼煎蛋都是一样 那这个都可以用盘子 我们煎一个蛋两个蛋三个蛋都可以直接这样把它煎蛋 脏了就要你把水龙头打开来 水龙头这样冲一下两下就很干净了 这个锅子里面脏了就不会在里面 你看一下这个酱油膏的东西在锅子里面很容易就清新 我们利用热气对流产生回流效果 直接把它带一点水龙放进去盖起来 直接把它盖起来 然后火把它开到最大 这样盖最大的好处就利用眼红外线跟蒸汽的效果 帮你炒青菜 各位看一下这个青菜炒出来 好 我们把它拿起来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青菜非常的清脆 没有加做出来它自动帮你搅拌的功能 每一个地方它的油跟水分布得非常完整 眼红外线淘汁锅我们就有两个size大小 包括这一支平肩锅的部分 还有一支炒锅 买回去以后当然很多人会担心 有没有安全无毒检测 我们也一样 用欧洲最高的标准SGS这样的安全检测标准 完全没有任何化学反应 是这个安全无力的一支锅子 可以让你很安心的来做使用 所以它陶纸加眼红外线的这个功能 做出来的菜特别好吃